小六会考成绩今天放榜 今年的升学率同去年一样 达到98.4% 不过升上中学快捷源流的学生 略微减少 记者物理新报道 六岁接触电子琴 谢旭恩是首个受邀参加 电子琴世界大赛的本地人 即使忙于准备小六会考 他仍努力练琴 并荣获电子琴大赛 儿童二组的冠军 目前在直接收声计划下 被洪帽桥中学录取 是觉得有难理 因为我会要在学校待很久 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还是会要做音乐 有时候我就哭了 到我爸爸叫我不哭 他得参加音乐比赛 所以在比赛方面 也是要花一点心思 所以到最后就是 得叫他把时间安排好 代表学校参加武术比赛的 正姿号两年前被证实 患上淋巴癌 无法继续练武 每两周还得到医院复诊 一年半无法到学校去上课 但他努力自习 坚持不停学 今年共有40,200多名学生硬考 能升上中学的有39,600多人 其中近七成升上快捷班 编入普通学术和普通工艺原流的 各占两成和一成 以后就用今天的课程序